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我面对的这不是小迪老师他们的无敌舰队吗 这套阵容是已经打了很久了 呱呱是之前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哥来着 好像原来是呱呱怪不得 那这个车队一个垫一刀 这一波的话这块板子是不是下碗了呀 这块板子下碗了再上来吃一刀 那这个穷者节奏其实有点差的 上来的话本来这边一个垫一板子 我刚刚反应有点慢啊,没看清楚 照理来说这垫住以后过来一板子是 是东旋这边有机会打到这一刀的吗 当时那个声位这个得去看回放才能知道的 呃,但总的来讲 这个开局 闪现没逼出来 60秒倒地 那我们看看穷者怎么打 呃,蝴蝶的话 你说他赢嘛 确实现在是个宝瓶针胜面 但是赢不太好说 原因在于穷者这边有很多种打法 比如说你古董商过来打架 对吧,去争取一个盛面 能不能打,还能打 只是可能性很低,风险很高 那么你如果说选择正常救了 然后卖掉或者说 就正常救了以后正常运营修机 你说能不能保平呢 我觉得三人开门战也有机会打出来 三人开门战打出来以后 如果古董商用兵手里有道具 其实这个穷者蛮好保平的 算了机子算了机子 总量的话现在加起来三台 要将,要将的游民 骗下来,好的 很稳,打一刀 救,救完以后拉开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囚徒的话能逼出闪现就好了 我就这把囚徒把这闪现逼出来 就算成功了 因为这闪现如果不逼出来 这闪现不逼出来的话呢 东旋那边比如说你们来救 那我待会儿闪,闪现追双岛 或者说我用闪现来打你古董商 把你古董商来救人的话 如果说你们不救呢 我这边可以底牌切传送落地去秒人 去压遗产机 古董商这边的话有想法吗 这古董商应该是个薄命啊 带飞轮的可能性不高 机械师的话这边不会也是个薄命吧 因为古董商这边没有双弹 他带飞轮 古董商如果是个薄命就一定会救 因为这个薄命拖出来其实还是蛮有价值的 而且古董商其实并不是特别怕 哎,我去 并不是特别怕 那这边一棍子先捅开 找角度 好的,指哥 来,哎,这边东旋的飞被打了 这一波这个飞居然被打掉了 我们见过红夫人的镜子被打断了 红蝶的飞 我这第一次见到古董商 这边的话交个电 往前走 但前面这个位置的话 好像不需要交闪 算机子 机子的话现在差的有点多 这机子差的有点多 球指这边的话应该在补状态了 过来要这样下板子 但是被东旋发现了 我不知道东旋怎么发现 我刚刚镜头刚切过来 中边的状态不好 古董商这里的话也不好状态 还可以吧 三个人现在圈圆满状态 抓机械师 箭师一刀 这个传送也是真的火热 直接排到机械师的位置 找到机械师的话 那这局东旋应该是大概就拿下了 开门战我这对机械师打打完 然后手里面应该还有一个传送子 你抽一刀 nice 其实蛮少见到 他们这支无敌舰队 会被打到这么烈的一个局面 东旋这边的话跟飞 好的 一刀带走要将 刚才这波飞飞的也是蛮漂亮的 回头飞 不动伤那边确实还能撑 而且能撑很久 因为这边是他一个人 这样的话 在这边打那个棍子的指割效果是非常强的 可以在那边玩很久 可以在这边玩很久 但是他的队友这边状态 这队友没打到 他的队友状态真的太差了 根本不可能再把这个局势打回来了 就等到这边古董商倒地 傭兵差不多交自己嘛 两个户壁 就切实半血 最不计最不计 我这边把古董商挂上以后 传送落地再秒一波 再打你们一波 其实我觉得应该已经不需要了 这波将古董商挂上 古董商刚才如果说刚刚那个棍子打到 那刀不吃的话 可能还能再拖一拖 可能还能再拖一拖 这边小迪老师 要来救人 这边机子被押住 好像没有什么可能性了吧 小迪老师给个薄命 给个薄命 你两个里面也得倒一个 优秘外面从一起 不太可能的 飞轮还是薄命 那估计是个薄命吧 有飞轮刚才应该交了 佣兵跳护皮股来 交自己的佣兵 私抓了 私抓了 别压得真好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是感谢了 下期见 怎么的 还有 不可能的呀 起来 应该没有了 因为这边有名叫自己 技艺师逛上 我抓一个胡同伤 我赢吧 吻四伤 大家就拜拜了 啊 啊 啊